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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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段落 这个新的段落每次是一个单独的讲道 都是跟信仰生活有关系的 事实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有应用 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忽略了 看错了 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有的时候觉得难以实践 有的时候觉得实践的很轻松 但是有另外的意义 所以我就提这些例子 那么第一个我要讲的 今天题目是生气的好人 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好人 但他生气 讲这个话的意思 因为我发现在社会上 在教会里 在家庭里面 常常好人要生气的 为什么好人要生气呢 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 没有得到好报 因为他付出的很多 那个坏人呢 或者懒人呢 常常是快乐的懒人 他偷鸡摸狗 他浑水摸鱼 每次都是别人在做事 他自己逃过去了 所以他很高兴 好人呢 就常常觉得 我很倒霉啊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上帝对我们不公平 你做得多 好像报应得少 我们希望从这里看看 我们能不能学会功课 生气的好人里面 第一个我要讲的 就是浪子的哥哥 在讲浪子的比喻的时候 十字八九 也要骂一下浪子的哥哥 像林布兰的画里面也是 把浪子的哥哥画得很不堪 很自意 很自大 很像一个法利塞人 很不欢迎 很不爱他的兄弟 这不好 各位这些责备也许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责备呢 常常忽略了一件事 也很重要的事 就是公平不公平 浪子的比喻里面 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讲浪子的比喻 不是在讲前面失去羊的比喻 失去钱的比喻 那个是救恩 是很伟大的 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这我们承认 但是呢 我们也如果只是在骂哥哥 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浪子耗尽了爸爸一切所有的 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哥哥说 你这个儿子和昌继 耗尽了你一切所有的 他回来了 你还这样宰牛宰羊 他吞进了你的产业 你这样对他 这很不公平的 因为我没有得到报酬 就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浪子的哥哥 浪子做了很多的措施 浪费 把家产都败光了 爸爸跟哥哥也许重新再起来 然后回来了 浪子没有被处罚 爸爸请大家吃饭 欢喜快乐 非常高兴 通常我们讲到 就讲到这里 浪子回来了 爸爸迎接了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你也像浪子一样 赶快回到父亲家里 回到教会 上帝喜悦你 我们就讲完了 反正浪子回来了 全家很快乐 爸爸最快乐 杀牛杀羊 大家一起吃喝 跳舞 后面这一段 十五章二十五节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 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这大儿子了不起 他可是做工作到 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 然后很奇怪 这个家里一直都没有快乐的声音 今天怎么有这个声音 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肚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好吗 我们要骂大儿子是很容易的 好小气 好没有爱心 好不接纳人 我们看看大儿子怒气 怒到什么地步 圣经上讲 他不肯进去 父亲就出来劝他 那么这是二十八节 二十九节就应该是 父亲对他说 儿啊 进去吧 各位没有 他父亲出来劝他 二十九节是 他对父亲说 他对父亲说 那耶稣讲得很生动 我想是这样子 大儿子不肯进去 情也不肯进去 大儿就报告爸爸 爸爸就出来了 爸爸就说 儿啊 进去吧 我觉得啊 对不起 请原谅我学大儿子 我觉得大儿子是 气得讲不出话来 气得说了一句话 闭嘴 老爸 你不要讲了 你听我讲 各位他很委屈 就跟我们当中的好人 很委屈一样 你不要讲 你听我讲 所以他爸爸来劝他 根本没机会劝 大儿子发脾气了 他为什么发脾气 我服侍你 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这多年是多少年 我们不知道 这多年应该包括 弟弟在家的时候 弟弟在外的时候 以及弟弟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十年 二十年 不知道 很忠心 各位我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在讲浪子比喻的时候 对这个受了很多委屈的 或者是工作很努力 他跟爸爸讲 他跟爸爸敢这样讲 就是一定是真实的 我服侍你 这多年 不是短期的 不是一两年 不是三四年 这多年 恐怕最少有十年 这十年 我天天找出晚归 让我们想起雅各服侍拉班 他是诚实的讲 圣经也诚实的记载 起码今天 应该像每天一样 是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 晒太阳 辛苦 劳累 危险 不管是耕种 或者是牧羊 我刚刚说很像雅各 雅各后来跟拉班讲 我常常没有办法睡觉 白日黑夜 我要照顾你的羊群 照顾你的穀物 大儿子很忠心 各位 你要想到他的忠心 好 他很忠心 忠心了这么多年 而且 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你交给我 你交给我办的事 我都做了 我做的 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做得很好 各位 你在学校里 你在公司里 你在教会里 你做得很好 没有违背过命令 就算世俗公司也是一样 如果你做得都很好 烤鸡却从来不好 老板没有公平的赏赐你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你没有给我 我一只山羊羔 我连一次跟我朋友 一同快乐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各位 你在一个公司 一直不能生 你做得很好 从来没有违背过 老板的命令 好 我们退一万步说 那就罢了 反正我的个性 就是老实 我的个性就是 你对我不好 我还是把事情做好了 我就一直做好 我就一直做好 我不求什么 各位 这已经够了不起 大儿子很了不起 他从来没有违背过 父亲的命令 而父亲从来没有 对他好过 这 勉强 忍耐 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的是 我做了一大堆的好事 你从来不赏赐我 你这个儿子 和仓忌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我觉得大儿子 讲到这里 已经泣不成声 讲不下去了 你 爸爸 太不公平了吧 我做了这么多 你不给我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这么多坏的 坏的事 各位 再想一下 你应该很容易就想到 我们平常怎么没有替大儿子 想到的事 如果你在公司里 你什么事都是你做 老板没有生你官 没有称赞你 罢了 另外一个人 什么坏事都做了 最后卷款逃亡了 他回来了 没有带一笔财富回来 没有陪不试回来 他什么都没有回来 你赏他 你伸他官 你称赞他 这不能忍受 各位 我这样讲 我希望没有丝毫夸张的地方 小儿子 吞进了爸爸一切的东西 应该也包括 哥哥的劳苦 哥哥每天的劳苦 被小儿子吞进了 当然了 小儿子是拿了他的财产 他的财产 应该也是哥哥 很辛苦打拼 爸爸这样分的 好像也是不太公平 你不赏我 可以忍受 勉强忍受 你再赏别人 而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做 这不能忍受 各位 我们在讲救恩 我们不能不讲救恩 我们在讲大儿子的事 不能不讲救恩 你需要认识一件事情 我们都像小儿子一样 我们没有人算是大儿子 我们每个人都得罪上帝 上帝拯救了我们 但是 上帝拯救我们 好吗 我们也感恩 我们会不会也说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 神对神的仆人 忠心良善的仆人 有没有太苛刻了一点 有的时候 我们对那个罪人 有没有太好了一点 各位 我再一次说 今天在教会里 我看到很多的教会 很多 很热心爱主的弟兄姐妹 大概都是内伤慎重 因为他做很多事 然后还 做事 还要挨骂 然后有人偷鸡摸狗 还可以升官发财 世界上是这样 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世界上这样 那就罢了 教会也这样 我们甚至也罢了 上帝为什么也这样 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 义人倒霉 受苦 大儿子也是 这个故事里 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这是圣经里都有的 我们需要带主再来 才能解决 就是完全的公平 我们刚刚看完登山宝训 你能不能应用呢 耶稣是这样说的 我不敢这样说 说了这话 人家更是气了 上帝对你不好 上帝让你为异受逼迫 儿啊 你要欢喜快乐才好 再给我去做一点功 这是登山宝训讲的 若有人为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 毁报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欢喜快乐什么啊 各位我们欢喜快乐什么 好 父亲的答案 对于大儿子 应该没有安慰 但是我们可以懂一些 三十一节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 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 欢喜快乐 我们不太懂 这样的心 大儿子好像也不懂 各位记得 整个十五章 在讲一个字 失 lost 失去的羊 失去的钱 失去的儿子 失 以后的快乐 就是得 失而复得 死而复活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你的信用卡不见了 宝贵的东西不见了 哇 找回来了 好快乐 整个的救恩 就是把罪人找回来 当罪人肯回来的时候 上帝就很快乐 就跟你 贵重的东西 找回来的时候 很快乐一样 那 我呢 那早知如此 我天天失落 比较好一点 各位 这就是你要弄清楚的 大儿子要弄清楚的 每个基督徒要弄清楚的 就是 在外面吃喝嫖赌 甚至回家吃山羊糕 并不是最快乐的事 你常与我同在 跟父亲在一起 是最快乐的事 当然了 这个用在人间不太恰当 用在神身上才恰当 人间跟父亲在一起 并不一定最快乐 但跟天父在一起 与主同在同行 是最有福的事 很抽象啊 我没有办法说服你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 说服我自己 这只有圣灵能帮助我 而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 我对生气的好人讲 我对在教会里服事的弟兄姐妹讲 我对在教会里服事的弟兄姐妹 而在今生都没有吃过一只羊肉的人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看到一件事 你在神的家里服事神 是有福的 那个在教会里没有服事 甚至在外面随随便便 最后回来的人 是感谢主 他们回来了 他们重新回到神的家 神对自己所造的东西 就跟我们对我们爱的信用卡 或者我们的结婚戒指一样 很宝贵 一定要找回来 甚至前面的例子要说 撇下九十九只羊去找那只 跟我们一样嘛 你掉了一只原子笔 你都把别的事放在一边 要去找那只原子笔 因为你不要你的东西失落 何况是重要的东西 神不要他造的一个东西失落 所以当那个东西回来的时候 当耶稣的救恩领导的时候 上帝是快乐的 的确这里的重点不在大儿子 前面没有提到那九十九只羊 被撇在旷野会怎么感觉 也没有讲那九块钱有什么感觉 我们需要有个感觉和认识 我们在家里工作到晚 虽然没有什么羊的祝福 羊肉的祝福 但是我们更喜乐 因为我们是纯洁单纯的 喜乐的愿意服侍上帝 我们知道天上的赏赏 我们也希望上帝在地上 多给我们一点赏赐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最要知道的是 神希望赎他的东西 回到他身边 重点在讲到 赎他的东西失去了 又回来他的快乐 但是次要的也在讲到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那不是更有福气吗 你不应该生气的 你应该快乐的 跟天父在一起 比吃羊肉要快乐多了 跟天父在一起 比在外面吃喝嫖赌要快乐多了 浪子的比喻里面 重点在浪子 哥哥不是重点 虽然也不是不重要 这里的比喻重点在 那个生气的哥哥 或生气的人 我们不太能够用这个例子说 因为他有说 拿你的走吧 我们不太能够说到天堂 你到了天堂你说 当年我在公司 我在教会服事这么多 结果你的房子跟我一样大 然后耶稣就说 那你去地狱去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 但是耶稣讲得很重 拿你的走吧 债前的会债后 好 我们还是说 What's wrong 但是我要用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讲 你怎么消气 各位你怎么消气 我希望我能提醒你一下 早一点在教会里服事 爱主 为主摆上背十字架的 是有福的人 我们将来到天上 看到那个十字架旁边 与耶稣同经十字架的人 我们不能对他说 哎哟 强盗兄 你好有福啊 这一辈子 强奸了那么多女人 抢了那么多银行 还上天堂了 我真的恨得牙痒痒的 这一辈子我都没有玩过女人 好可惜啊 各位 你觉得 那个 做尽恶事的人 最后上天堂是有福的 这没错 但是如果你觉得他的有福 包括他做了很多恶事 你的倒霉 包括你没有做什么恶事 跟他一起上天堂 你弄错了 你跟那个强盗要讲 我们感谢主 你也跟我一起上天堂 主的恩典够用 但是你没有我有福 你没有跟我一起 为主受苦 背十字架 传福音 你没有 你也得救了 但是你没有跟我一起在人间工作到 吃晚饭的时候 你没有我有福 各位 我们服侍主 受委屈是有福的 我们在最终之乐 是没有福气的 愿神光照你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江峰的岛就是我们 我能一条心 踏避到路 因为是会被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愿意地处于耶路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